如果没有被狠狠逼过一次,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是谁。 巴克原本是镇里法官家的狗,从小就娇生惯养,住在南方的大庄园里。 由于旺盛的精力得不到释放,他每天除了拆家之外,也顺便去镇上巡视一番,给大家来点惊喜或者惊吓。 这一天是法官的生日,仆人们做了满桌好菜,不一会儿,正在拍照的法官全家,就看见了巴克嘴里的肉骨头。 果然,大餐已经是一片狼藉。 当天晚上,巴克被罚不许进屋,只能睡走廊,他很沮丧,这时突然远处亮起灯光,巴克的好奇心上来了,屁颠屁颠跑过去,原来这是个狗贩子,设了个陷阱,用吃的哄他。 毫无界限的巴克立即上当,被关进了牢笼,他急得呜呜直哭,只能从木板缝里看着那个温暖的家越来越远,他不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。 不知过了多久,巴克一直被关着,没吃没喝,也睡不好,好不容易放出来了,等着他的却不再是温暖的拥抱,只有棍子和皮鞭。 久而久之,骄傲的巴克也学会了漏气,但他并没有屈服,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,他拿出以前拆家的本事,逃跑了。 他横冲直撞,没人拦得住他,楼梯上面就是光明,就是自由,他对自己这样说着,然而,一片冰雪的世界。 原来,他已经来到了传说中的阿拉斯加,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飘落的雪花,他立刻被迷住了。 可是,再美的景色,也改变不了他从一只富家狗,沦落为贫贱奴隶的事实。 巴克垂头丧气地坐在狗群里,因为他块头大,一个黑人一眼就相中了他,从此,巴克就成了一只雪橇犬。 巴克很不情愿,第一次拉,整个队伍都又快又稳,只有他东倒西歪。 突然,他又见到了一只白兔,好可爱,好想要。 巴克冲过去追女神,结果整个队伍都陪他一起滚下雪坡。 狗队的领头是一只威风凛凛的哈士奇,他仗着自己是老大,吃饭时总抢手下的肉,谁知巴克看见竟把自己的那一份送给了同伴。 狗群第一次对这个大块头刮目相看,慢慢的巴克找到了奔跑的快感。 这天,他们又即将要度过一片危险的冰面,女主人一不小心摔了下去,冰面下是湍急的河流,他一下子就被冲走了。 巴克没有丝毫犹豫,跳进冰河,撞开冰面,救起了女主人。 从此,巴克就成了主人眼中最特别的狗,哈士奇心里十分不爽,因为一山不容二虎。 这天夜里,巴克又看见了白兔,他追上他,可又轻轻放下,似乎在说,我只是喜欢你哦。 没想到,自己的初恋情人竟被哈士奇一口咬死了。 哈士奇向巴克发动了凶猛的进攻,巴克从来没有打过架,当然只有挨打的份,最后被摔得晕了过去。 哈士奇想要重新立威,可是其他狗狗已经心有所向,他们不断狂吠呼唤着巴克。 巴克醒了,他身体里的某一部分也被唤醒了。 哈士奇再次冲向巴克,但这一次只用了一下,巴克就制服了他。 哈士奇认输了,夹着尾巴,消失在大雪之中。 第二天,男主人只能重新选择林犬,可是狗狗们纷纷拒绝,巴克当然不让,骄傲地走上前去。 男主人一开始并不看好他,谁知他一冲起来,狗队的速度和之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。 危险的雪崩来了,男主人慌忙让他左转,可是巴克看到了一个山洞。 作为林犬,他是可以有自己的判断的,他带队右转,冲进山洞,化险为夷。 他们在夕阳中终于跑到了目的地,整个小镇都沸腾了,来自远方的一封封信,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幸福。 巴克也变了,他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呼唤,原来自己并不属于温暖的南方庄园,可是自己究竟属于哪里呢? 巴克的旅途才刚刚开始。 当一个人伤了心,他只能放逐自己,流浪远方。 这个男人就是这样,别人来阿拉斯加是为了逃金,而他来到这个寒冷之地,却只是为了逃避,逃避自己挚爱的小儿子已经夭折的现实。 清晨,巴克他们要启程了,这个男人却带着一封迟来的家书拦住了他们。 巴克默默地接过他的信,男人突然一瞬间认出了他,这只狗狗不就是曾经在码头帮自己找回口情的那只吗? 巴克继续着奔跑,现在他有了自己的队伍,可是天有不测风云,主人所在的邮政公司解散了,他们也被转手卖给了一个逃金者。 这个红衣服除了对金子的贪婪,什么也不懂,雪橇都被冻住了,他却只知道鞭打鹤吃狗狗。 之前的男人出现了,一边帮他松动雪橇,一边告诉他,在这个季节去逃金,无异于送死。 但红衣服愚蠢傲慢,根本不听。 巴克明知道前方危险,可是迫于皮鞭和棍子,他只能带着队伍艰难前行。 男人心里还是放不下巴克,追了上去。 果然等他赶到时,巴克已经奄奄一息,红衣服打算用枪截裹了巴克,被男人救下。 巴克在男人的床上睡了两天两夜,醒来后才知道自己又一次失去了同伴。 现在这个男人就是他唯一的朋友了,可是他总是在喝酒,总是在喃喃自语。 聪明的巴克怎能感觉不到他的悲伤呢? 他用鼻子推翻了酒杯,又抢走酒瓶。 他看了看颓废的男人,推门出去,把酒埋在了雪地里。 男人来推他,推不动,谁让他块头那么大呢? 他傲娇地仰着头,男人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,说今天是我死去儿子的生日。 巴克温柔地靠过去,一人一狗就这样在月亮下面,相互治愈着。 这天,男人拿出一张旧地图,给巴克讲起往事。 过去,儿子总是痴迷于一个童话。 童话说,在地图的尽头有一条黄金之河,河那边是从未有人去过的世界。 儿子曾经无比渴望去那里探险,现在好了,男人有了巴克,不正好可以实现这个愿望了吗? 他们坐上独木舟,出发了,路过山川,路过河流。 鸟群从头顶上飞过,水里全是逆流而上的大鱼。 而到了晚上,河面上星星点点都是萤火虫。 男人给巴克吹起了口琴,巴克就静静地听着。 这一天,他们前方出现了一个瀑布。 看完这一段,我只想说,好羡慕。 他们继续跋山涉水,夕阳无限壮观,而这里就是地图的尽头了。 他们继续走着走着,直到有一天,他们发现了一个小木屋。 绿草莺莺,落荫缤纷,一条溪水蜿蜒流过,简直就像指挥网里的仙境一样。 当然,这里不是仙境,是不知多久以前哪个淘金者留下的。 他们住了下来,远离了城市的喧嚣。 心碎的男人心想,就在这里度过余生,也是幸福的吧。 但他不知道,此时那个野心勃勃的红衣服男人,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。 一天,男人和巴克在河里嬉戏,突然发现水里有什么东西金光闪闪。 捞起来一看,竟然是一颗金子,再拿盆子随便一筛,又是几颗。 原来那个童话故事竟然是真的。 这时,一只美丽的生物出现了,巴克忍不住追了上去。 就像初恋白兔一样,它也有一身茂密飘逸的白毛。 那是一只白狼。 白狼围着巴克转了一圈,好奇地打连着狗狗。 巴克伸出爪子,白狼却转身跑了,一瞬间就消失在了森林里。 自从那一天起,巴克每天都去找白狼。 白狼很无奈,自己是属于狼群的呀。 一天,狼群中的一只灰狼想要偷袭一头野猪,却不小心落水,瞬间就被湍急的溪流冲走。 它抱住一根塔在水面上的枯枝,其他的狼都急得团团转。 巴克再次挺身而出,他用背顶住了树干,死死撑住后腿,用尽全身力气。 最后猛地一甩,树干被甩到了岸上,灰狼得救了,巴克也终于得到了狼群的接纳。 男人发现了巴克的变化,作然他一出生就是只宠物狗,不知被驯化了多少代。 但他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狼的基因,他天生就是一个狩猎者,有蹲草丛的耐心,也有出击打野的速度。 今天一只野鸟,明天一条大鱼,男人大笑,他知道巴克再也不可能回归人类社会了,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处,可是我的归处又在哪里呢? 男人终于决定回家了,无论那个家有多么支离破碎,现在他所拥有的精子足够他在人类社会里发大财。 可是走之前,他把大部分精子又扔回了水里,他对巴克说,钱够生活就行了,再多的又有什么用呢? 他告诉巴克,他不必随自己一起走,他已经彻底自由了,他只希望巴克在明早之前回来见一面与自己告别。 没想到,就在那天晚上,丧心病狂的红衣服还是追了过来,他点燃了小木屋,拿着枪威胁男人。 男人把精子丢给他,拿去吧,可他买不来幸福,也不能让你爱的人起死回生。 红衣服还不满足,要开枪灭口,正在这时,巴克回来了。 他从屋顶上一跃而下,打掉了红衣服的猎枪,红衣服又举起棍子,那根在巴克记忆中无比恐怖的棍子。 可是巴克已经不怕了,他一口咬住棍子,把红衣服扔进了木屋,木屋在火面中崩塌,化为了灰烬。 然后,巴克走向男人,蹭他,托起他,把口琴和儿子的照片放在他面前,要他活下去。 男人回去了,带着巴克的传说。 巴克曾经是一只宠物狗,却成了这片山谷中的狼王。 他也有了自己的后代,带着自己的族群茁壮成长,再也无所畏惧。 可能我是谁,我要去哪里,这两个问题早就谱写在每个生命的血液里。 锦衣玉食也好,贫贱折磨也罢,谁的心中不向往自由,不向往广阔的天地,不向往做自己的主人。 或许有人会说,奔跑一生,可能也找不到自己的归属,可是如果不去奔跑,就永远找不到,不是吗?